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最后两边都骂 所以为了我的人身安全 还有我的微博安全 这个待人受过是我们嘉宾的义务 为什么我们嘉宾要两岸三地呢 就是为了给大家骂找个骂子吗 好吧 既然你问 我不能不需抬举 我就冒险 冒险犯难 那讲一个感觉吧 我在香港生活了五十年 这是我从来没有的感觉说 我讨厌路上每一个人 包括香港人 非香港人 当然也包括我自己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一波连一波的情况 而且香港的确人越来越多了 然后包括我们本地的人口的成长 外面的移民 游客等等 然后种种的矛盾冲突 那会让我感觉说 怎么平常好像看起来 很文职彬彬的年轻人 对 不管他的年纪可能十三 可能十六 可能二十六 初中生 对 怎么突然会这样呢 突然会可能不管 不分青红照白 不管三七二十一 打骂 然后那股愤怒 愤怒到整个面目扭曲的 等等 那不是 他可能是我邻居的小孩 可能是我学生等等 那我感觉 然后甚至 这种感觉会指向了自己 会担心自己 假如生活 因为香港这几年的房价也好 买东西贵困难 现在在香港随便去茶餐厅 吃碗面 都要大概是40元人民币 而且要挤着吃 而且要尽快把它吃完 服务态度很差很差等等 会让我自己也担心 那我今天会觉得 看这样的行动 很粗暴很野盲 会不会有一天 我自己也失去了理性呢 因为种种的理由 更现实的假设是 假如你也在那个 屯门的广场 你当时就在旁边 你试图去阻止他们 你会碰到什么样的情况 你说我 我当然不会做这么 被打仓宝 被打仓宝 冒险的事 可是那个 我相信 因为君子不立 为强之下 可是我基本上 难过其中了 我刚说 我讨厌每一个人 这时候 包括了我自己 因为担心 觉得这样 如果是这样 就讨厌每一个人 是吧 甚至包括自己 将会 这是忧郁症的典型症状 那表示 那表示我的忧郁症 加加三 还有 比方说面对 就算面对外地来的人 会让我怀疑 这个是明明 也是 这游客嘛 就算我们去日本 去伦敦 去哪里一样 他会突然被人家 骂不文明等等 真的吗 他有不文明吗 他是不文明吗 简单来说 这种气氛啊 特别我刚说 我在微博上面 无缘无故 被几百人骂 用最恶毒的语言 来骂我 那我这种 造就了一种 恐怖的怀疑精神 那怀疑不是好的怀疑 不是我们做学问 有怀疑精神 不是 怀疑每一个人的可信度 一个文明的人 诗文的人 会变成一个粗暴的 所以我正是跟您相反 我从最近的这个事情里面 我看到了 就是将来 就是包括我们中国大陆 建成一个真正的 法治社会的信心 我才感觉到 就是说 原来真的是 没有人是天生遵纪守法的 你看 过去我一直以为 这个香港人是最守规矩的 最这个这个遵纪守法的 但是呢 也会有极少数人 甚至可能极少数到几十个 但是你看也会有人 在某种情况下 在某种条件下 这个家伙变成一个 类似于暴徒一样的人 也是可以的 就很 就恍若格式 对吧 所以我就觉得 即便是今天大陆 有些朋友 还没有守法的习惯 要照这么说 其实如果真的要建设 法治社会 真心要建设 法治社会 几十年 按说 你从香港的经验看 香港几十年前 也是违法乱纪啊 但是很快 但是你看毁掉它 也在一夜之间 也这么容易 你这个联想非常好 这个香港现在 最极端的势力 就是说是他觉得有一种理论 就是觉得内地的人 经过这个几十年的政治分开啊 已经跟我们不一样的人 尤其是他们找到证据 就是前一阵子 这个反日的时候 有很多人不是没理性的去砸车 甚至车里边开女的 有一些妇女开的一个日本的车 被人家拿出车外 我记得当时很多香港人说 哎呀呀 这个这个太过分了 我相信看了这两天的这个新闻报道 他们就发现 哎呀 香港人就像你说的 这个广场政治 这种政治的狂热 一下子会使人陷入同样的一个情况 所以你看我们 我们就是为了避免刺激大家情绪 我就不放这个视频 但是有几段视频 是这几天呢 这个内地和香港都聊的 很多网民围绕着这个 这个争吵的一个一个一个引爆点 你可以看看 这个就我们就看截图 这对母女就周围 你看戴着口罩的这些人 说他是舍货客 最后这女的都打开行李箱 证明自己清白 说你看看我是什么东西 最后把小女孩吓哭了吗 哎 你看这小女孩吓哭了 当然这帮人的这个小头头好像也道歉了 所以我还是必须说 香港及个别人 所以这个你看香港的新闻标题都是 暴民啊 欺负老弱 全程谴责 这主体舆论还是谴责这些人的过渡行为 还有一个 在可乐呢 你把一个人的这个行李给踹翻了 你看 踹这老人家 然后第二个 老人家是个音响爱好者 你看下一张图 老人家说 他不是内地客 他就是香港本地人 老人家说是个音 音箱踹坏了 可以修 但是我的心伤了 怎么办 这少女情怀 是吧 你看这也是在金铺 就是他就影响人家做生意啊 就是你知道我看了这几天 我到香港看啊 看了很多视频 我认为他们聊天的范围啊 超过了所谓 他是以反水祸客文明 而是 围游头 围游头 因为我听到的这这少数这几十个人啊 围在一起 因为我能听懂广州话吗 他指大陆游客就讲什么 回大陆去啊 回大陆去了 而且你知道他聊天还会聊什么的 还挺了解中国国情的 说 你们 你们内地现在不是要内需吗 你们不是要发展内需吗 你为什么到我们这里来买东西啊 说这个东西你们那里没有吗 你为什么要到我们这里来买啊 你看大陆的朋友 明显就是说 我是响应祖国号召 我支持你们香港经济 你们怎么能这样对待我呢 你看这 他这么吵 我觉得很有意思 你刚才前面说了一句话 你说这个事情啊 其实对谁都没好处啊 就是说这个这样的局部的新闻 其实我也同意你的说法 这个事情在香港是非常非常局部 但是你说对谁也没好处啊 我怀疑 我觉得这些事情总是对有一些人有好处 就是有一些人 他不一定直接指挥参与这个事情 但是他从这个事情的扩张中得到益处 我也是觉得 我你知道就是因为我在香港待了18年 我总是跟他们说 到今天我本人 我觉得我没有碰到过香港人对我有什么不礼貌 他们也不知道我是干什么工作的 对吧 我没 后来有些人讲我可能不太敏感 或者说很多时候就是你比方他讲的 哎大陆来的怎么着 我可能比较顿吧 而且我有时候觉得他们挺可笑 如果是这样的话 就是我不太在意也可能 但是我确实没感觉到特别无理的 对我的这个对待 但是呢 我那天跟一个年轻人聊天 他也是说 你说他说的到底是不是真的 他就是从这个内地到香港来上学的 他说现在啊 他说你要到好的地方吃饭 感觉不出来 他说到那些比较便宜的地方 这种这种大排档地方吃饭 他会讲 你让我觉得听着很干嘛 就那个伙计啊 就伙计 他亲自碰到拿着那个菜牌子就不耐烦啊 就说随便随便 你吃什么吃什么 他说要这个 这个没有啊 那个没有啊 我说你到底要吃不要吃啊 你要吃不要吃啊 真的 就这样啊 最后气得他起身就走 你知道他走了 后边还可能还有两个 就像香港的人起哄啊 就哦 走喽 走喽 当然这也是他个人碰到的这个个性的 他那个绝对绝对是 我觉得蛮有普遍性的可能的 因为我太太就是受害者 我太太讲台湾的嘛 讲国语嘛 OK 台湾的 他只有这一年多完全碰到 以前不会的 打电话跟别人沟通 办事情啊 银行什么水费 什么种种的要沟通的事情 他那个广东话不太好嘛 一听他就有口音的广东话 那以前不会的 以前对方大不了 有一点点不赖烦 他说再慢慢跟你讲 现在不是 你一听对方一认出你的广东话 是有口音的 马上那个声音觉得说 广东话就是终于一个港 这是把全身的盔甲都穿起来了 好像要跟你打架一样 那这个完全那个 完全好像你觉得 对方那个语气非常讨厌你 非常非常的厌弃你 然后这一年非常非常清楚的 的确你说 而且特别是高等的 所谓高等贵的地方 不会觉得 越是草根的平民的 所以这年轻人就给我体会 就是说说哎呀 在香港啊 真的是他说这个 你没钱呢 就是活在地狱里 有钱就是活在天堂里 我说那你在哪 不是没钱活在地狱里 他说那不一定啊 我要是在内地 我的这个老家 我很少一点钱 我也至少也能过 而且不会受这么多的气 而且他就 所以我现在也理解到 就是说你看啊 有一个词 咱们前一阵讲 中国人到欧洲买东西 什么买空欧洲 买空韩日什么的 我讲了一个成语 我说爱乌及乌 有些时候你去到一个地方啊 那玩的高兴 哗哗就想在这花钱 就爱乌及乌 其实我觉得在香港 少数民众中吧 是不是也存在 现在存在一个恨乌及乌的现象 就是本来他是对有些东西不满意 可是呢 这个东西人不是那么理性的 他慢慢扩展开来 你像你看 我就安慰这个年轻人 我就说他以前不认识你啊 那么你就他显然不是对你的吧 他他即便是对大陆人有些不满意 他也是对你之前的什么大陆人 或者让他不满意 他你能你觉得他是针对你这个人的吗 枪枪赞燕影广告之后见 好 好 好 在五十年代的时候 香港的人口有三分之一是难民 就是随时可能被港英当局递解出境的 有差不多一百万人 这些人呢 当时大部分是从中国大陆出来的 那么当时出来有几种情况 有的是逃土改了 有的是大跃进了 有的是经济原因穷得不行了 那么这些人带着他们当时的记忆 其实呢 就是一直是对共产党是有疑虑的 那么之后呢 七十年代以后 开始香港本地的人口增长 超过了外来的移民了 那么渐渐的就出现一个 所谓叫本土性的建设 在香港文化上 一直就有 就是说香港是我家 以前这些人啊 他其实不把香港当家的 他是逃难来的 像租借一样 这个香港的反对势力 你仔细去分析的话 它有两种 一种就是说 他对中国大陆的政治看不惯 常常来抗议啊 纪念某些大陆的事情啊 总之他要求民主 我们通常叫泛民主派 可是你现在 现在主导的 不是这些泛民主派 泛民主派 已经被新的这些年轻人 骂倒了 抛弃了 他们给他们起个名字 说他们是左胶 说他们是左派 你对不对啊 他们把那些 我们认为是右派 就李柱明啊 胶是哪个胶呢 胶水的胶吧 塑胶的胶 我不知道他这个名字 塑胶的胶 你跟他们解释 那叫左高 胶就是塑胶嘛 就是说你硬头脑僵话 脑袋进浆糊了 对 然后也 胶这个字广东话 发音也有点像脏话 出出口 你知道这些 他们被他们称为左胶的人 是传统上我们认为 国际势力操纵 最导弹的这些人 而香港的年轻人 反而认为他们是左胶 然后他们出现一套新的理论 就是说 你们不要去管中国的事情 那是他们中国的事情 我们香港是什么 这就出现了一套新的 反对的思路 现在你这个反水客 我跟你讲 只是个由头 现在这些年轻人 基本上是跑的这个思路 为什么我刚才那个话 没讲完呢 我说这个事情的扩大化 一方面内地的情绪上升 一方面他们也很开心 香港的极端势力也很开心 他就是要制造 内地民众跟香港民众的 普通民众之间的仇恨 那咱们怎么能不让他得逞呢 许多宣扬正面消息啊 请他到枪枪来 不容易 假如你问怎么办 像那个列宁说 what can be done 该怎么办的时候 我经常跟内地朋友说 有人说是文明嘛 说什么反水客客 有人说文明 我说根本不是文明冲突啊 是利益冲突嘛 利益冲突 文明冲突好解决啊 就算我们也同意 不是每一个香港人 都所谓的那么文明 也不是每一个内地朋友 都所谓的不文明 对不对 就算不文明学就会了嘛 排队有多难学 很简单 文明冲突是表象 主要是利益冲突 利害冲突 因为你还是要回到香港 这个生活的情况看 我刚说了 因为种种原因 包括人口的问题 常住人口 还有来来去去的人口 让香港现在房价 我们都不必多讲 哎呦 这个房价 所有东西 你看前一阵啊 就还在说呢 说香港房价还会跌呢 说怎么着 才采取的什么辣招 什么不让房价升 我跟你说 那天我看到 我就想起 我在香港租房子啊 就是18年前的时候 你看我跟那个小茂 我们一起在黄宝花岩 这个地方好 是500多尺 就50平方米 那个时候 两人一起出嘛 12,500港币 到后来有见过 还是在那里 我自己又租了一个 400多尺 就相当于40平方米的地方 大概是8000港币 你知道现在这个400 400尺 不到400尺的地方 是多少啊 13,800 这还是少的 这本身都是 14,000甚至是 你这个让人怎么住啊 那天我看见一个香港人 还在说呢 说香港的这个低收入阶层 越住越远 他不能不搬家 他每次第二年 合约一年生一年死 第二年在房东就家租了 所以他这个生活 你讲错了 你那朋友讲错了 不是低收入阶层越住越远 我们高收入阶层也越住越远了 对 挤出去啊 一起挤啊 所以我说回到 但是这个是内地客造成的吗 这个房价 不是内地客 是我刚说很多的理由 包括 有关系 有关系 整个香港 有关系 你去看房子地产经济 一看你这个样子 就跟你讲普通话 然后就跟你说 你没有身份证 没关系 我们可以帮你搞定 怎么怎么买房子 都花点钱 就是 就是我说 我在香港已经住了20多年 他很失望 他非常希望看到 就是刚来的人 又买房 一大批的这种 就是这种 他整个一个口气 就是 尤其是香港的豪宅 他们就盼望着内地的资金 不管你是红的还是黑的 能够流出来 来支撑他 香港老百姓因此受苦 这只是很多原因当中的一个 买房子都 当然一个重要的 其他遇上生活的 像新界 现在很多这种 我们觉得不 很粗暴的事情 发生在北边 新界区 新界区 我们经常听到 要来粉 没来粉 要病床 没病床 要小孩上学 要前两天排队 对不对 然后等等等等 那这些能不能有些政策 一步一步 当然我们希望越快越好 这我也有点 这我也有点不太 这我也有点不太懂 你比如说 如果说是这么多人来买的话 那好 商家多进货 你不就赚钱吗 就是 我也觉得香港 就是个商口 所以你因为 你因为这个行业的问题 他多进货 能够多 需要多聘用几个人吗 而且现在自动化 你们物楼等等 其实都聘用了 人手不多的 然后呢 他生意那么好了 要租店铺 开营业 店租一高了 其实都是地产商赚取了 那结果呢 店铺 那个租金一高 住的房租也高 买卖也高 老百姓 你本来一万块收入 现在突然变成一万五 可是你房价什么事 全部高 吃个面要五十块 你划不了 这些 这些都是表面原因 我觉得 当然表面原因也很重要 因为你知道 因为他那个上水那些地方 靠近深圳那些地方 多做生意了嘛 多做生意的那些店 就普通的日常生活的店 就开不下去了 所以当地的居民的生活 就不方便了 因为当初港英安排 就是说要把香港居民 按全部的地方 大家都有 就是有心事证嘛 就是你这些 你住在上水 你就可以靠上水生活 那你上水 都变成奶粉店了 那上水的人就 就就生活不下去了嘛 他说主要是这个矛盾 另外呢 讲一句公道话 水客 就是水货客啊 很多都是香港人 是 就是拿着这个 带拖来拖去的 因为他很简单 他这个经济的规律嘛 就是水的高贵嘛 你同样这个奶粉 在这里是一百块 在那里一百五十块 当然就有人在 整天在那里搬 这个搬的人 人里边 有很多就是香港的 也是弱势群体 我说实在话 他们搬也很辛苦的 也不想做事 所以这些民生问题啊 我觉得知识表面 这些都想得出方法的 问题是有一些 我们讲讲正面的吧 正面的是什么 我带一个正面的信息 就是说 香港现在本来的 内地的人口输入啊 只靠单程证 单程证就是广东的 跟香港穷人结婚的 他们的太太 等了六七八年以后 可以输入进来 这是香港人口的 主要来源 那么很多人注意到了 他们的文化程度不高啦 进来以后带来 很多社会问题等等的 你知道现在 现在香港 一年制的硕士课程 我们学校有 我们系都有 你读一年 大陆的大学毕业生 读一年 交了十来万的学费 一年拿到硕士 大陆承认啊 然后可以在香港工作 可以七年以后 拿身份证 他们已经香港计算了一下 说今后若干年 香港的劳动力 尤其是高等的劳动力 缺乏 所以他们用通过这个方法 来吸引大陆的人才 你看 好事就是不出门 坏事传千里 他们几个人捣乱 谁都知道 我讲的这么好的事 他就引进大量的大陆人才啊 对 少数极端势力 破坏我们学校的招生计划 这个这个山风点火的人啊 从来最终造成的结果 就是挑动群众斗群众 你这都是群众 是吧 枪枪三人行广告 之后见 还有一个事也挺逗的 就是说你看就香港人啊 香港人可不是铁板一块 都一个意见对吧 这你必须清楚 你看有些香港人 这几天拿另一个事来聊 挺有意思 你可以看看这个照片 这是在香港机场滞留的 一个内地朋友 他是打工的 你知道吗 在新加坡打工 在香港好像转机 误了飞机 谁让身上穷啊 打工没挣这钱呢 所以饿怎么办呢 就拿个电饭包 自己在机场这个插电 自己煲饭吃 那么香港有的网友 但是你这很有意思啊 就是有的香港网友 看到之后给他去送饭 给他去送饭 就是好像就是 而且有的网友就说 说你看 如果要按咱们平常说的 少数大陆客不文明的行为 他在机场这个地方煮饭 按说我们应该骂他了吧 他说但是你看 我们香港人不但没有骂他 而且我们还支援他 所以我看下边有个大陆网友 又加了一个说明 他说你看 所以说香港人 所谓不喜欢的那个大陆客 他不喜欢的是土豪 那种不可一世 提着一箱子现金 真正这个贫苦大众 他确实生活有困难 他不得不在这包饭 实际上香港人 也对他会有爱心 就同一个事情 可以从不同角度去讲 香港本身的意见 是各种各样的 但是也就是 有一点加辉的这个立场 我也能理解 就是我昨天看了一个数字 惊人 就是说你看香港人口多少 700万对吧 你知道我这2014年数字 我还不知道 就到2013年 这一年访港的这个内地游客 有多少 4070万 其中光自由行的就2700万 2700万是四倍于这个小 东方之珠的这个人口 你可以想见这么多人次 当然是啊 这么多人 他确实已经到了 就是香港人习惯不习惯 如此密集的 跟这个游客 共同生活的 这么一种情况 对啊 长远的定位 你现在是 还是定位的商业 我有个方法 自动 我今天我见到冷镇 因为我要告诉他 除了盖那个购物城啊 在边区 还建一个堵城 中国人爱对嘛 接着为您播出 健康新概念 戏区很安静的 我觉得对不对 很好啊 那人家就去澳门了 你还来 不方便 请不吝点赞 谢谢观看